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标题 非常的简单 变量定义 咱们开发语言 怎么能不定义变量的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Cotlin该怎么定义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Cotlin给咱提供了哪些个基本的类型 第二呢 如何定义使用 就是我们两个非常基础的知识 咱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说 基本类型 基本类型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 Bite 字节型 这个字节型 我做这么多的编程 从来就没用过 其他语言中也有 对不对 包括C元也有 没用过 但是咱要了解 微运算非常快 字节型 接下来短型 整形 莫论是32位 对吧 其实以前这个32位 我就是个毒瘤 为什么 以前这个电脑都是32位机 现在都已经64位非常普及了 他还写32位 有点奇怪 应该说以后这个anti型 定位在64位是最好 当然无所谓了 当然有一个浪式就是64位 看到了吧 好 咱们再往下 Flow的福点型 福点型 双福点型 这也是 相当于是一个int 对应一个float 一个long 对应一个double 这都一样 和以前的这个Java C元都一样 好 这有一个street 这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必说 每个语言都有 差 就一个字节 没有问题 这abc cde都无所谓 然后还有布尔形 这个布尔形 它居然是个大B 大写的 一般都是BOL 就够了 这是它给咱听的 这个基本的类型 咱们一起来看看 它如何的使用 使用方法 我进上一个视频 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好 怎么看 我非常不喜欢 cde的这个写法 为什么这么写 你看 它定义了一个什么 定义了一个 闷函数 这函数 你叫什么fun 你叫fun 你都不懂 粉丝是吧 粉丝函数 不可能 一般比如你funk 这我可理解 你function 我可理解 这不 fun 一激动就删掉了 fun 不可理解 但是无所谓 咱们就把它给理解掉 它就为了什么 为了减守这个代码 对不对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接口函数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四寸形的数组 以前讲过java 你都知道 相当于范形 对吧 是一个范形的数组 好 然后呢 这个参数名 是这个args 这在每个里面的语言中 都有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字补比数 非常简单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 该怎么定义变量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哇 哇是谁 一说哇 咱们大家用过这个 java胶本的朋友都知道 这不就是java胶本吗 哎呀 这个swift cotlin 跟java胶本 这个完全的一样 我不能说完全一样 就这视为比较现代 所以说 咱们学会java胶本 再学其他语言 真的是感觉很简单 因为我以前学过java胶本 对吧 所以说现在在学swift 在学这个cotlin 简直就不用学 包括现在最新版本的csharp 其实也不用最新版本 它都设计的非常好 所以说 咱们只要学完java胶本 其实随着其他语言 感觉有一种一刀永逸的感觉 这是另外的后话 但是它的写法 其实跟java胶本还不太一样 为什么 java胶本是弱类型 这地方大家可以看 是强烈型 它要指定一个 变量的类型 这个又是类似于 类似于type script 对了 我有时间再做一个type script的 这个视频 因为以后 咱们开发安卓2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到type script的 对不对 好 包括这个es6 也是我在这个设程之内 准备再做了 好 咱们看 我定义了一个字符形的name name肯定字符形 对不对 然后我在这 给name附上一个值comma 这都不必说 什么语言都一样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请注意看 println 这个像是什么 像这个csharp 不是像csharp 像这个c语言 c++ 这是用println进行输出 输出什么呢 hello 然后注意这个地方 有点类似卤比 但是有点不太一样 大家看 是一个这个 怎么说呢 把这个变量的嵌在字符串里面 最新的这个java脚本的es6 也支持这种写法 非常非常的方便 这样省了 咱们再加加加 按很多加号 然后去拼字符串 代码很永长 这样写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说这也是我喜欢这个cotlin 而且它也是非常现代的一个写法 而且注意 后面不用加分号 不过像我一般习惯 还是加上 因为做这么多年 java c语言 习惯最后加分号 你不加我也加 习惯了 然后咱们再看 定义长量 注意看 不是挖了 是什么 VAL 定义长量 也不是cose 因为扎乙脚本不是cose的 对不对 扎乙脚本 我现在对扎乙脚本比较喜欢 我就更喜欢扎乙脚本 定义长量 用VAL 没问题 然后定义什么 定义一个年龄 年龄是长量 有点奇怪 年龄怎么能长量 对吧 然后这是INT型 整形数值 这没问题 年龄多大 10岁 但是注意看 因为我是长量 对不对 我能下时吗 那不能 肯定编译报错 对不对 所以我这行是屏蔽起来代码 然后咱们这 输输 输输这个年龄 没有问题吧 这也是嵌入的表达式 没有问题 好 再往下 推测变量 什么意思 咱们看 我这第一行 定义了个名称 给了一个strain 说明这不用推测了 编译器 马上就知道 你是这个字符型 对吧 他想 真的就像扎乙脚本 这种写法 挖上TITLE 直接给一个 他根据你给的 这个变量类型 来推测编译时 注意 不是 编译时 他推测 你这前面的变量 是什么类型 然后他给你赋予 包括这个 变量 以及长量的定义方法 都是一样 换句话说 咱们不用真的 非得写上一个 冒号 这个 冒号strain 它就能够识别 所以我觉得呢 真的是非常的灵活 但是 因为咱们如果说是 用这个TypeScript TypeScript 习惯的朋友 可能还是喜欢加上一个变量类型 不过无所谓 对咱们这个程序的编码影响的不是很大 然后输出非常的简单 println 然后直接输出 然后两个变量都嵌在里面 好 咱们编 该说不亮 咱们试试 我这是开了一个intelligence 咱马上进入 新建议工程 然后呢 有这个Kotlin Kotlin有三个 这个多平台 这个你看 还ex-appearment 什么叫 试验版 试验品 alpha版 不要用 这个呢 是把这个Kotlin输出生这个JavaScript 完全没有必要 咱们就来这个输出生Java这个虚拟机 好 够 它这个虚拟机是什么吧 它是要把这个Kotlin的编码 编成 转换成Java的代码 然后呢 再编译成Java的Classless 才能够执行 无所谓 够 它也只有这样做的话 才能够开发安卓 做无缝连接 对不对 我看我的工程名叫什么 就叫MyKotlin吧 好不好 OK 没问题 其他的都保持默认设置 然后我的这个Java的1.8 应该是现在Java8的最新版本 Java现在 咱们大家不要用90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因为它这个 到今年就不再支持了 好 咱们下一步 Go 这在建设 不是 这在建立 OK 建立完 然后咱们在这 加一个文件 Kotlin file 加一个 没问题吧 比如说 以前我做Java 叫Cman 这个叫Kman 没问题吧 OK 空了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咱们这烤代码 把咱们这代码 原本不动地烤过来 OK 试一下 不过去今天 就算我这话说 有点快 可能这个视频时间 也超五分钟 好 咱们现在马上运行一下 怎么运行 这个地方 以前我讲渣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个运行石 对不对 那Kotlin里默认是没有的 怎么办 没关系 机有件 第一 咱们点这个运行 这个程序 就能够运行 它会默认给咱 建一个运行石设置 第二 咱们可以在这 直接去建一个 无所谓 哪个方式都可以 够 好 咱们再选运行它 从这选 选 无所谓 够 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 我有一个字符串 然后我这 有了一个扣码的名字 我这输出时候 写上一个整体字符串 然后把这个点 把这个内部变量 嵌进去 用这个$ 然后大口号方式 进行嵌进去 所以这输出 是海洛 扣码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咱们用VL 这是知识点 VL定义长量 然后让我年龄等于10 有点小 然后这个地方不能改变 然后输出age等于 把变量嵌进来 等于10 这种写法 我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扎到脚本 也这么写 就光说扎到脚本 咱们再往下看 定义两个 一个是推测型 一个是title 它是字符型 推测 一个是point 点数 120分 没有问题吧 然后直接这么输出 嵌进来 没有问题 咱们试验一下 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长量 对吧 变一下 行不行 编译肯定报错 对不对 试一下 够 行了 知道了 这已经报错 编译报错 总比运行报错 要好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VL定义长量 咱们不要这么写 你定义长量 就不要改它 好 咱们再试一下 OK 成功 没有问题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简单的Cotling的 变量的定义 使用方法 非常简单 你有边界的朋友 对今天咱们的支持点 简直就是说 亲自说 不管了 我觉得因为咱们学们信员 虽然它像Suite 虽然它像JavaScript 虽然它像C Sharp 不过我感觉您还是应该像我这样开一个工程 然后把这代码考过来 或者说您直接敲一敲 试一试 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慢慢从感性的咱们再上升到理性认识 好 那么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的高清观看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优酷总是不能给我翻译成高清 我也很苦恼 然后看到客服联系 也是联系不到 说车远了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集继续了解Cotling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